一軒已經把那個輸入部分的程式 我們來看一下 按右鍵指定聚集 編輯一下 那我這邊有相關的註解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樣會比較快一些 首先的話 我要先取得什麼 取得 畫面上面這三個資料 包含什麼呢 包含就是這個C3 然後C3是那個日期 就是期日期 然後名稱再來天數 分別的話 放在XYZ上面 所以把資料分別丟到 丟到這個XYZ裡面 再來的話 取得這三個資料之後 那我就切到甘特圖 切過來之後的話 那做什麼 做什麼動作呢 就是先 取得什麼呢 現在到底有幾個甘特圖 因為編號 那如果說 我第一次有 然後呢 可以偵測 現在A欄 到底有幾個資料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直接比如說我現在呢 切到甘特圖這邊 那我在編號 這個地方按Ctrl向下 那我就可以知道說現在 的位置在第幾列 那我就可以再往下 這一列再繼續再做 我要做的動作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城市 主要是取得現在甘特圖的 這個 裡面的 列號 部分 那如果說呢 這個部分判斷就如果 現在完全沒有資料的話 他回傳 這個前面有講過嗎 1048576 然後呢 R等於1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取 就把資料呢 分別填過去 填到哪裡呢 填到甘特圖裡面的 哪一個位置呢 就是R加一列 就是我取的這一列的下面一列 所以 列號的話一定是加1 那第1欄呢 我就分別放什麼 放R 就是編號的意思 因為第幾 我就放那個R 因為我取的是3 那剛好把這個資料 編號放在這下面 OK 然後呢 再來Y Y是什麼呢 Y是他的那個 我的工作名稱 然後呢 再把第3欄 放什麼呢 放那個 起子日期 就是X 就是我使用者輸入的 那結束日期的話呢 就是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Z 那這個Z的部分就是 總共幾天嘛 然後把它填過去結束 就是把這一天 起子日再加一天 然後面的話呢 就牽涉到什麼 牽涉到我要畫什麼呢 畫這個圖有沒有 那畫這個圖部分的話呢 首先呢 我要知道什麼顏色 那顏色部分呢 我希望每一次都不一樣 那每一次都不一樣 我可以用什麼方式呢 得到一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 前面我們有用過那個顏色 用個函數 叫RGB 對不對 那RGB呢 就是構成顏色的一個 函數 那裡面的話 最小是0 最大是多少 255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 把這個255乘上什麼 乘上這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前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就是亂數的意思 這個RND函數呢 它會亂生 亂數產生 0 到 小於1 所以0到 0.99999 也就是最大 絕對不會等於1 就是小於1的意思 那如果說呢 我這個地方 假設是0的話 那乘上255 它就是0 然後 等於是說 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可以產生一個亂數 然後 RGB 都可以用亂數的方式呢 產生一個顏色 那產生一個顏色之後呢 再丟給C C就幫我儲存起來 就是一個顏色 那當我怎麼樣呢 當我要畫這個圖的時候 那我要怎麼畫呢 從哪邊開始 所以這裡的話 我跑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0 Z -1 那 Z的話呢 就是 我總共有幾天 幾天的話 就要幾個儲存格 對不對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我往下 我要怎麼畫特別注意 我必須呢 先選取什麼 選取我的起點 那我的起點在哪裡呢 就是從Sales 哪一列 一樣 一定是同一列 對不對 然後呢 在哪一欄 哪一欄 比較 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 我必須在 1234 5加上 這個 為什麼是5啊 因為前面有四個嘛 所以我們第五個的位置 然後呢 再加上 I I的話就是說 加上 幾個嘛 所以往後面 然後再加上什麼 加上 特別主要這個地方 Range Z1 實際上呢 我為他記錄說 到底 我甘特有幾個 那我就在什麼呢 在這個Z1上面 多做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就是說 如果呢 原來預設 Z0 就是完全沒有 上面甘特圖完全沒有 那我這個地方到最後要把它改成白色 讓使用者不知道說 裡面其實 我是 暫存一個數字在 這個Range Z1裡面 OK 然後呢 點Sales 之後的話 那我接下來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 設定他的寬度 Color的寬度 我給他多少 給他1啦 就是說呢 不要太寬 這樣子看起來 比較 甘特圖這樣 感覺不會太長條 大概 我的這個Color的 藍的寬度呢 給1 再來的話呢 我的底色 底色的部分的話呢 給什麼 給C C的話 其實就是這個顏色 對不對 然後呢 跑回圈 分別呢 for I 等於0 到 z-1 所以呢 總共有幾天 他就幫我跑 跑幾個 我們這樣 直接來看一下好了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 先直接 這邊上面應該沒有問題 我就在這邊是個中斷點 然後我們再往下 來看一下 現在是 OK 然後 12月1號 這邊的話呢 我們再把這個地方改成 其實應該自己帶過來加一天 然後 2 然後我這個要加一個雲端 給那 日期的話 7天好 按輸入 按下輸入的時候呢 因為我這邊有這個中斷點 上面應該已經填上去了 這個前面應該比較沒問題 主要會有問題就說呢 我要 怎麼 去畫這個甘特圖 特別主要 第一個 我現在按F8 往下 這個時候呢 會取得一個 顏色的號碼 那這個就是顏色的號碼 其實就是把它撐起來 好 那這個號碼 實際上 就是RGB 那你會發現 RGB呢 就是把惡物 最多的惡物 乘上惡 惡物乘上惡物 然後呢 乘下來的話呢 總共 其實 每一個就是多少 2的16次 應該是2的幾次方 2的8次方 乘上 最多的話 乘上2的8次方 再乘上2的8次方 總共呢 總共顏色最大多少 大概就1677萬色 那這個數字我想它會亂數 最小是0 0的話就黑色 最大的話呢 就1677萬 大概就白色的話呢 就是這個數字 1677萬色 後面是有1 OK 好那就產生一個亂數 就是它的顏色啦 不過這顏色 你現在應該看不出來 什麼顏色 它就是一個號碼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4i等於0到z-1 OK那我們往下 總共跑回圈 然後第一個的話 我們會先在那個sales 先取得這個 你會發現有沒有 取得了 他這個.slate 他知道說我現在的位置 應該在這裡 從這邊開始 OK 然後呢 寬度設為1 所以你會發現 寬度大概變窄了一些 顏色給他 那怎麼把這個選舉區變成 這個顏色呢 特別注意喔 就是 前面好像也有用過 有沒有 叫做 intral.color 的這個 這個屬性 給他 這個顏色 OK 那你會發現 這個顏色套用上去 下一個 然後他要往下 因為 因為i 本來是0 現在變1 然後所以呢 我的儲存格會往 哪個方向呢 往右延伸一個 然後往下 有沒有 一個兩個 那總共有7天嘛 所以這個z的話呢 就會是7 因為從0開始嘛 然後就會一直往這邊移動 一直往這邊移動 那你會發現 z 上面這邊有個z1的值 因為z1的值現在是10 10就是到這個地方 那如果全部跑完之後有沒有 特別注意呢 要把這個z 1 再怎麼樣 加上多少 加上z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標註 就是說 我現在的位置變17了 也就是將來 我要抓到這個詞之後有沒有 那將來這個值就告訴他說 你現在到這邊了 那下一次的話就要從這邊之後 再繼續 不然的話呢 他會一直重疊在 同樣的位置上面 那我們就可以產生我們要的一個 這個結果了 OK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畫出來 那最後呢 等到 這邊畫完根特圖之後的話 要怎麼樣 要切回去 所以切回去的方法就是 Shit 1 有沒有 點 select 就是1的話是第一個 工作表切回去 現在就切回來了 OK 那就繼續 可以再做下一件事情 那以此類推 我們輸入的部分呢 就完成了 OK 另外 那個清除的話 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清除 清除實際上就把 畫面上面的東西把它清除掉 你可以錄製 或者是把它怎麼樣呢 相關的clean content 把某個範圍把它清除掉 然後呢 Z1的部分呢把它歸零 OK 那最後呢 再把什麼呢 游標再移動到 Shit的第一個工作表 好 那檢視的話呢 實際上就怎麼樣了 把它切換到 Shit 2 所以Shit 刮弧2 點 select 這樣的話呢 就會切過去 檢視 好 不過剛剛好像有漏掉一個 就是說 最後跑完之後 有沒有 要把 這個 就是 我們的 這個結束的 這一個日期 把它怎麼樣呢 丟到前面來 會更完美 不過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這個 輸入的程式 等一下我再把照相放上去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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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